大家好,这里是大叔,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拳皇三国啊,那这个应该是用三国战绩啊,福音带起那个版本修改来的,加入了三个拳皇人物,草蹄精,八神鞍和不如不五,今天用这个五啊,给大家来试玩一关啊,出门就一个啊, 女王啊,一个下前A,哎呀,这下没A上,然后呢,接个啊,接个下上A,然后还能接个后前A,这是就是在角落里边啊,我感觉比较,比较不错的联系技术啊,但是角落里呢,才能成立,那不如我也就这三个技能啊, 还有一个前A,还有一个前A,然后他的这个道具啊,几乎是满的啊,出门之后道具几乎是满的,咱们扔一扔啊。 游戏的流程啊,更改的和原作的简直啊,大相径庭啊,所以说,因为大叔当年玩的是117之前的版本啊,所以说后来的119都没有接触过,那么玩这样的版本啊,我对这个整体的流程啊,根本就是一头无水啊。 好吧,从下边走吧啊,还有敌人吗,还有,咱们还没放超杀,一会放个超杀看一下,到这里啊,不是打boss啊,又回到那个流程啊,魏延在此。 好的啊,这一套,还多A了一下啊,好像boss的血量并没多少啊,你看啊,挂了,他也就现在一个小兵而已啊。 好,方便语书吧。 剪个九戒杖能不能剪啊,看一下,啊,剪不了。 九戒杖我剪不了。 啊,这个人物可能是用的马超改的啊,马超改。 用不了九戒杖呢? 哦,大叔的闹钟响。 到了接孩子的时间了啊,接孩子下课的时间。 放学,那大叔给大家演示完这关啊,然后咱们就,今天就到这啊。 主要是试玩一下,给大家看一下。 我还没有放超杀,一会打瞬机的时候咱们放两个啊,一个普通的,一个隐藏的。 哦,挂了,这一套就挂了,那你让我怎么升级啊,是吧。 因为这个版本啊,想升级你就要打高的连段。 因为我告别了游戏厅好几年之后了,到游戏厅看别人玩这个游戏啊,到游戏厅就看人家研究这个连段。 因为我玩的那个年月啊,人物的级别是和分数啊,直接挂钩的。 连段是没有分数加成的。 咱们放个超杀啊,超杀是上下A啊。 上下A,哎呀没打没打到他。 然后咱们暴个气啊,放个隐藏。 隐藏超杀就是这样,攻击範围看着挺广的。 咱们一堆道具要放啊,一堆道具。 哦,石头输。地盾输。 哦,放完真好被打啊,再来本。 哇,这是什么效果啊? 因为这个道具我真的不熟悉啊。 哎呀,设计一个连法好了啊,设计一个连法好了。 嗯,还有本封书。 这boss就放道具玩了啊,道具太多了。 因为之前很多道具都没剪。 啊,慢了。 再来个比。 哎,没弄到他啊。 啊,变成熊猫了,kawaii。 好的,那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啊,有小伙伴提醒啊,说。 在船舵那里啊,分支剧情啊,我上边可以打巴神安。 那就完全是拳皇了嘛,不知火武队巴神安了。 那好吧,那给大家演示了一关,拳皇三国特别版。 如果大家感兴趣呢,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啊,在百度很容易就能找到了。 那好吧,那今天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啊,感谢大家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